人生的必经阶段 菜,这么早,晨早溜溜 当然不是生老病死啦 生老病死,是的 不过呢,女儿,儿子真正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今天发生了,人生必经的阶段 那就,撤着车去哪里啊? 送女儿呢,就去机场了 去机场做什么呢? 其实女儿都,什么时候你知道你的儿子真的大过了呢? 这个就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什么时候你知道你的儿子真的大过了呢? 就有一天,你会知道 未必是你,他直接跟你说先 总之,你知道了 好,刚才停下来,就有一个邻居啦 拖着狗,常常都觉得他很神化的 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呢 他曾经跟我讲过啦 他有个女儿呢 就,他是希腊人来的 有个女儿呢 就,在,拿了个PhD的 那就,在这个姓Louis 那,哇,我今天送她,送她,送女儿去哪里呢? 去纽约啦 那她说,嗯,如果她喜欢纽约的话呢 好嘻嘻一句哦 她不会回来的啦 如果她喜欢纽约 我想这些就是,当一个家长呢 你会见到,女儿真真正正大过呢 就是她有自己决定去哪里 正如我今天决定了,来了多伦多啦 种种原因是不是? 可能因为爱啦 可能她有她喜欢的人啦 喜欢她工作啦 她不是不起婚礼,不过她大过啦 她大过啦 那,好啦,现在买杯咖啡 即是天天早上都做的 买杯咖啡先 Can I have an extra large coffee, two creams, one sugar, please? Can I have an extra large coffee, two creams, one sugar, please? Yeah, just that, thank you Love it 那,这一个two cream, one sugar呢 我女儿常都跟我说小时候想的 two creams, one extra large, extra large, two cream, one sugar 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话题 我经常说小时候扮认那些意大利的 Extra large 从小到大跟女儿很亲密很亲密的 那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之感性的一个人啦 感性的意思是她对于人那种 啊,投入对方呢,我想是同理心啦 即是她不是一定是说 啊,早点见到孤单的人走过去 起码她对于我呢 就是一个很孤单的时候,她就在我身边啦 那,我小时候还记得她 那,我宝宝那时是疯醒她的时间啦 因为她的嘴巴跟我好像的嘴巴很疯 这样就很疯了 都不知道疯到多少岁就停了 那这些人生必经的阶段 那,然后呢,就一直都整天一起去看电影啊 打电话给我啊 最初去做工的时候啊 呃,她会怎么说呢 她做工的时候很大压力啦 她打电话给我哭啊 第一次跟她看Lady Gaga 在这个叫Monster Ball 在Toronto 那,和她两个Best Friend 都知道了的 那,肯会去到一个时间 所以说人生必经的阶段就是 咦,好像少了跟你聊天的哦 那我也很幸运啦 那个女儿不是很大 小时就已经不找你了 但我知道的感觉是她做了事啦 又或者拍了拖啦 那其实都不觉得 就是我想做身为家长 都不应该觉得很奇怪 因为为什么呢 你自己都是拍了拖啊 结了婚啊之后呢 你这些决定都是 就是会很少跟你家人在一起 那所以,你就是会经历着 你之前做过的事 就是似乎小孩大过要经历的事 和我们大了之后呢 他将会经历 但是他大了就明白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是啦 那种感受是 对于男人来说呢 就是我今早早很常为他祈祷的我 我还希望他能够在信仰上高啦 这个是真心的 就是一生里面呢 有很多交叉路的人生 就是工作也好啦 身体也好啦 婚姻也好啦 都会遇到很多高低起跌的 有时你发不发觉呢 就是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你的Parent 你认识个Parent呢 你都接不到他的 你都做不到什么的 是不是 大把人因为 说你听到嘣嘣嘣的声呢 就是外面今天很大风啊 虽然风和日丽呢 就跌了到十几度呢 就在公路那里呢 就外面听到那些声 都关了窗了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拆开了 那呢就跳锁 那你会发觉 就是 很多人家里的小朋友 一有东西 又有事 你就做不到啦 他开车啊 是不是 他有很多旅行啊 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下去一些城市做事啦 会不会有很危险呢 那真的一连转 如果家长你 就是那些叫做Worry 就变成Anxiety 就变成那些叫做什么 焦虑了 那自己有些人 就会变成Depression 那好幸运啦 自己经历了 都多谢香港的 香港的2019的事情呢 对于我来说呢 为什么我经常说 我信仰是因为 这件事情呢 就是没什么做到呢 你就只可以祈祷啦 希望我心靠正了 去向前走 那就是 那就是啦 那就变成了 真的 所有条路会慢慢 摊长了呢 你就见到件事情呢 是有带领的 那我当然希望 有带领我的女儿啦 我想每个parent 都是正常啦 那你会想你的女儿 好过你自己的 除非你 不过人有时候会自私到 只是 啊 很多时候 女儿对你少少不好啊 儿子对你少少不好啊 你就会很多complain 嗯 没有什么complain 啊 就是 好 这段时间 如果比以前 100 现在 我想那种 聊天的frequency 是 17 不知为什么 这样想 但是 亲密程度 是一样的 有一段时间觉得 唉 那么少 亲密程度啊 或者我们那些 疫情的打针概念 那里有所分歧呢 是有一段时间 就好像社会运动的时候 那些家人呢 是会疏了的 但是呢 家人很有趣的 在内心 原来呢 就是我有几次 问我女儿说 其实你还爱不爱爸爸啊 爱不爱爸爸 她生气啊 为什么生气呢 那你也不用问的 她生气你问我啊 那我就明白了 其实 无论有几大的差别啊 这个是真正的亲情 所以 是的 人生必经的阶段 那将会去接她啦 接她就上车 在车里聊天啦 那是啦 就留给自己啦 那今天会很珍惜今天啦 6月18日的2022年 有很多时候之前呢 就送她去大学啦 那是啦 开两个半钟头车啊 两个半钟头车来回啊 好享受啊 这个是十年前啦 十几年前 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住啦 没找到郑太太啦 人生里面 跌了下一个空洞的情况 但是不是不满足 不过就是空洞啦 有些事情有弱有所失 但是那些moment是很记得 送到大学啊 大学毕业啊 跟着中间啊 来来会会啊 为到她的一切都 成为一个自己很大的 整天都想是很开心的东西 好啦 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感受到我感受的 如果你是一个家长 或者你一个 希望你是子女 你都… 是啦 我是一个打开个心 come what may 享受了所有里面的感受 所以今天不是生老病死 也都不是生你 是生你 这个 shit 是呀 是生你 不过不是 生你 生你 ok thank you 多谢主 祝福我女 捉住她的心 捉住她的人 希望她一生得到你的照顾和救恩 阿们